Hello大家好呀 我是帮助你们脱单的楚儿 聊天简直是所有男生在追女生过程中最头疼的事 要选择话题又怕女生不回复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发了一句话 迟迟等到的却是NN两个字 费尽心力去找了各种段子 将其穿插在聊天之中 却换来了满满的尴尬 各种聊天技巧学了半天 和女生说话还是两句就聊死了 很多大兄弟总是问我啊 楚儿为什么聊天就那么难呢 放心你们的楚儿今天就教大兄弟们如何聊天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跟女生聊天约会相处 可以添加楚儿的微信领取密集一份 注意啊 首先说明在之前的视频中我就说过一点 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最忌讳的事叫做越界 聊天也是一样的 在任何人际关系中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会在潜意识中竖起一道道边界 这些边界将不同的亲密度的关系 分为陌生朋友密友 暧昧亲密私密 那亲密就相当于确立恋人关系 这个是很粗糙的划分 但是也能大概说明问题 在聊天的时候啊 面对不同亲密度的人 我们会有不同的话题 比如我们会和30多年的哥们聊自己的家庭变故 会和聚会刚接触的陌生人聊聊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当你妄图跨过自己所处的好感度区域时 也就有可能引起对方的不满 在两性交往过程中啊 你和女生聊天的称呼话题语调 都取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里的关系啊是双向的 如果你想和女生建立亲密关系 但是女生只把你当成陌生人的话 那你就只能按照陌生人的方式来聊天 很多大兄弟总是问我 初二和女生聊天聊了两句就不理我了 甚至还有一些直接被拉黑的 说白了就是越界了 让女生感觉不舒服了 有些人啊 直接去问女生详细的地址住在哪里 就是真的很离谱 你和女生是处于朋友关系啊 还是暗门关系 与时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取决于女生对你的好感度 有的时候啊 你追了好几年 还是普通朋友 人家追了几天就成了 道理很简单 因为别人在刚刚接触的时候 女生就已经在心里 把对方放在亲密关系上 无论人家怎么做都不会越界聊天 就聊一两个小时 直接进入暗门期的也有很多 有很多大兄弟问我聊天的技巧 但是啊 我都不是很想回答 因为这些都是术而不是道 把握住最基础的精髓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推拉曲解啊 其实用处都不是很大 聊天聊天 首先女生要愿意和你聊 有些大兄弟一上去啊 女生的回复就是NRO 为什么 以你的价值太低了 对方完全不想和你浪费时间啊 有可能是你太矮 有可能是太丑或者很穷 还有可能是你的性格很恶劣 或者是名声太差 当然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女生当时正好没空 如果你被敷衍 那么可以尝试着过段时间再去接触 要是连这三次 女生都不是很愿意理你的态度 那么我想问题应该已经很明朗了 要是你在聊天时不被女生反感 就要在合适的范围内选择合适的话题 例如你和女生同样是某个公司部门的员工 那你和她聊部门里相关的事物的工作话题 自然是可以的 女生也不会因此产生特别大的抵触情绪 但是一直聊工作 也不可能在关系上有所突破的 所以啊 双方在稳定住工作的聊天关系后 我们就要开始尝试突破到朋友关系 但是之前说过了 人际关系是双向的 你想进入朋友关系 女生却未必想和你成为朋友 所以我们要清楚女生的态度到底如何 一般呢有两种情况代表女生愿意接纳 第一种 女生不建议你推进关系 也就是说 你在将话题拓展到生活爱好时 女生会很开心的与你探讨 甚至会访问一些你的爱好 第二种 女生会主动的推进关系 相当于女生会主动询问你一些生活上的话题 很显然第二种情况的女生对你的好感度明显高于第一种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推进关系的步骤跨得大一些 推进到剩下几个阶段 同理 朋友阶段聊的是日常和兴趣爱好 暧昧阶段聊的是一些条情的话 比如女生晚上出去参加聚会 你就可以跟她说 晚上到家了 记得给我报个平安啊 一定要记住 只有稳住了当下的关系 才能够开始尝试升级 我反反复复的强调过很多次 追女生最不能心急 但是很多大兄弟在找我咨询的时候 我总是能够感觉出那种毛躁 对于女生这种生物啊 如果你不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很优于她 那就请保持耐心 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 这样才是广大普通大兄弟 追到美女的正确途径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